财政准备要转弯 骑士眼睛瞄到 对象怎么有骚动 不太对劲 立刻回转 马上就看到一名 带白色安全帽的老先生 跌坐在路边 双腿被机车压得动弹不得 早在他抵达前 前面一对情侣也马上停车 小跑步过来帮忙 他们合力把车给扶起来 老先生走路还有点一搏一搏的 第一时间看自己的机车 没有问题 原本还想走人 这群热心民众坚持 帮忙报警 这一车祸就发生在 新北市卢州的四号月提到 这边是三卢跟五谷 来往的重要干道之一 只要是通勤时间 车都非常的多 而当时早上九点左右 这名老先生 就是跟一辆轿车 发生擦撞之后 连人带车甩倒在地 被自己的机车压得动弹不得 他是71岁的陈姓老翁 尽管目击者 提供一次肇事车辆的车号 他跟原警表示 自己没有受伤 不需要送医 也不愿报案 后来被原警带到派出所休息 再离开 这群热心民众受到最后一刻 为了救人 顾不得违规 直接大回转 如果被检举开罚怎么办 其实完全不必担心 情节轻危 会有严重影响到 道路的交通状况 那提供相关事证 我们为吉利来协助 因为道交的裁罚基准 有一条规定 就是为了保障 基于紧急救护 而违规的用路人 但能不能撤销 个案处理方式不同 只是话说回来 要怎么举证 还是得靠自己 伸出援手时 还是先拍照自保 怎么能让爱心 被白白远亡 TBS新闻成员人 吴玉亚新北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